台湾运动彩券已经发行13年 但是因为彩券商管销成本很高 加上赔率制度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经营越来越困难 所以2019年4月18号上午 运动彩券经销商商业同业工会 特别在台中市议会8楼 联合立委张料万坚 召开一场记者会 工会理事长何玉琪说 以派财78% 佣金6.25%计算 目前平均一家彩券商获利 大约在10万元左右 一半以上的运财商根本是在赔钱 希望能够修法提高运财佣金比例 在基础卓架的一个盈余 确保无余的情况底下 这个大原则底下 那使我们的运发基金能确保 那如果达到特定的一个标准以后 那授权这个主管机关 教育部体育署能多释放一些奖金 来给这个分论 让产品更具竞争力 立委张料万坚也在记者会中表示 针对运财经销商工会的程庆 他要推动修正运动产券管理条例第六条 让总投注金额达到一定标准 充实国家体育发展基金 而这项修正案已经获得17名立法委员的联署支持 完成一读程序 运动产券就已经13年了 我们有没有一个机会 透过运动主管机关 他们主动去了解 然后有一个弹性的方式 让他运发基金到达 在售出一定的总额之后 譬如说不要低于330亿 然后在增加的时候 能够稍微鼓励一下基层的成销商 运财经销商工会理事长何玉琪表示 运财经销商工会 相当感谢张廖万坚等17名立委 能够体谅合法券商营运上的辛苦跟困难 希望今年9月份 立法院将运财管理条例第六条排入议程 明年初能够完成修法 迎接明年8月东京奥运的商机 创造政府、民众跟采券商三营的局面 记者肖又金、朱克明、陈文旭、台中报导